总统马英九的母亲勤后修二号晚间6点16分 因为慢性肺部肿瘤并发呼吸衰竭 并逝于台北市万芳医院享受93岁 马家人全都在勤后修身边陪他走完最后一程 而勤后修的遗体也遗忘了第二病毒 脸上略显皮态 总统马英九带着不舍的眼神送母亲勤后修最后一程 万芳医院二号早上主动发出新闻稿 提及勤后修女士随时有性肺衰竭可能 没想到晚上就传出二号 院方表示 勤后修因为慢性肺部肿瘤并发呼吸衰竭 虽然经过积极治疗 仍不幸病逝 享受93岁 5月2日18时16分 在总统以及家人的陪伴中 在万芳医院辞世享受93岁 马老夫人遗体随即已往第二殡仪馆 对于住院期间来自各界的关心跟问候 家属也希望在这个地方再次表达由衷的感谢 晚间八点多 总统马英九先抵达第二殡仪馆 夫人周美清因为清晨不慎摔倒 右腿受伤 坐在轮椅上的她难掩悲伤 不时用卫生纸擦去眼泪 夫妻俩全程陪同 五分钟后 勤后修遗体 抵达第二殡仪馆 脸上没有任何表情 总统马英九只是一直看着母亲 15分钟后 她步出第二殡仪馆 眼眶明显泛红 上个月2号 学运延绍之际 秦鸿修女士就因为慢性肺部肿瘤 住进外方医院 但经过了一个月的抢救 还是不先病逝 台北市长郝龙斌 新北市长朱立伦 以及台中市长胡志强 第一时间也都以电话或简讯 表达慰问 马家也决定 不设置三委员会 不发复文 不设灵堂 也婉拒各界花篮花圈和电仪 马总统也已经取消之后 三天所有行程 专心处理后事 余电TV 陈君杰王敏菲 台报道